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白马王子可是说了 绝不忍去伤害顾余 可是我不希望看着他活着呀 你这么做不仅是在害我 也是在害你自己 燕然 我知道 你肯定有办法能做到滴水不漏的 你这不废话吗 他要是死了 我逃得了关系吗 你怎么逃不了关系啊 那现在天塌下来 还有赵金哲能替你顶着呢 比如说赵金哲带着石姑宇逃跑了 结果坠崖了 那这样的理由是不是很容易说夫人 你在白马王子就那么好骗吗 那我不管 欧阳大满是我的男人 现在石姑宇他活着 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威胁 再说了 石姑宇也不是这个架呀 燕然 我一个小护士 这一百大影都是我偶心里写了 看在老同学的份上 这个忙算我求你了 好吗 好 兄弟 兄弟啊 你上了清风岭 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以后啊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咱们说好了 我可以留下 但是我的朋友必须走 我得先把他送离开了 然后才能上山去 你讲信仪 我也讲信仪啊 明天 我前脚请他上山 你后脚就送他下山 以后咱们就是好兄弟了 来来来 好 你今天去哪儿了 你猜一猜 我没心思跟你猜谜语 我去会了一个朋友 你这朋友是赌场的 还是剧院的 这你可就冤枉我了 自从有了你这朵鲜花啊 我可再也没有沾过那些地方咯 你们这些臭男人 说的跟做的 永远不是一套 鬼才信你 我真的是去会了一个朋友 一个特殊的朋友 特殊的朋友 我认识吗 当然认识了 而且还刚刚打交道不久 你见到赵金哲了 嗯 你把他给踩了 不能够 反而我们还谈成了一笔生意 独眼龙 你的脑袋 让哪个婊子的绣花鞋给踢了 把你踢傻了吧你 你跟他谈生意 你不会把我的底牌亮出来了吧 王化人就是王化人 聪明 你 夫人 你听我说啊 赵金哲呀 已经答应上山了 以后他就是咱们清风亭到二当家了 你疯了 我和欧阳大蛮的生意怎么办 我觉得赵金哲比欧阳大蛮靠谱 那欧阳公子心术不正啊 迟早有一天咱们得让他卖了 还得帮他数票子呢 独眼龙啊独眼龙 我说你安得什么心 赵金哲欺负你老婆 你还拿他入伙 夫人 咱们清风令药长期立足啊 不能没有干将 赵金哲的本事咱们可是领教过的 我告诉你 我眼里可不如沙子 他必须得死 可我们已经谈好了呀 你们怎么谈的 咱们把他的朋友交给他 他把他的一百多金交给咱们 也就是说 他明天会到山上来领人 病猫换虎鸟肠换炮 这买卖咱们稳专不赔 夫人你听我的没错的 那赵金哲是个金刚钻 那欧阳大蛮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啊 我告诉你 我不管 赵金哲他就是齐天大圣 咱们也不能留着 得罪了欧阳大蛮 就等于得罪了欧阳尊 得罪了十八团 就算你这脑袋是花钢炎的 能比炮弹还硬吗 男子汉大战口说话就算数啊 不能当替放吧 你是男子汉大丈夫 我可是小女人 我嫁给你是为了享福的 可不是为了遭罪的 这件事情别再管了 一切听我的安排 你看你这事办 今天晚上 你别给我上班睡觉 你别给我上班睡觉 不要这么生气嘛 生什么气嘛 我都听你的啊 不要生气啊 不知道 你别这样的事啊 就算你了 сделал 怎么办 这事啊 不吃了 我没看见 你干嘛 你怎么去世呢 我怎么去世呢 你怎么去世呢 好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 照顾好自己 我给你买了晕船药 给你放在包里头 你要晕船了记得吃 在日本记得给我们写信 如果你要是实在不愿意写给我的话 你写给小马 写给谁都行 一个人在外都不容易 你的脾气有的时候得改一个 你出去了 就知道谁是最好的女人 怎么开个车 不是 连长 你看 下你看看 是 连长 你看 前面有人 会不会是土匪啊 应该不会吧 他穿着军装呢 会不会是赵亲者 不管什么人 现在赶紧把东西给我扒开 咱赶紧走 是 连长 他跑了 不许 不许 是 他都忘了 是 是 不许 是 不许 哒 快 都是 有点 人 不许 脱子 你看 这个有点 什么 这个有点 算 人 金哲 是顾云小姐吧 你们是什么人啊 赵金哲呢 姑娘 你不用害怕 我们是赵金哲的朋友 是来接你上山的 赵金哲呢 他人在哪儿 你放心 你们很快就会见面了 你们是哪个山头的 听说过独眼老三吗 我的名号很想亮他 独眼老三 你们是清风凛的人 没错 吴云小姐 委屈你了 快问我 你干吗 搞 快问我 你到底是什么人 来 在这儿 发生了 我们都在这儿 吗 您放心吧 清风凛不缺姑娘 有的是人照顾古语小姐 第一步计划已经顺利完成 下一步 静候赵金哲大驾光临清风凛 你不用静候了 我估计他今天晚上就会到 那您明天一早就可以在清风凛 英雄救美了 顺便把赵金哲的脑袋给拎回去 我们都希望看到一个双赢的结果 明天见 等等 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玩过枪吗 你要干什么 给我一枪 也对 没点彩头 您回去不好交差 干嘛呢 欧阳团长 干嘛 怎么了 他只是胳膊瘦了点伤 没有什么大碍 没事啊 没事 他人呢 我要看他 他已经去团部了 他回去了 对 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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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怎么回事啊 是这样吧 我们呀刚走到北河湾 就遭到了敌人的袭击 一排长为了保护顾羽 去 去补生了 故意呢 我不是很清楚 因为当时计战的时候 特别混乱 我后来也没看到他 后来我是董 spared在返回去的时候 我在路上看到了一排长的尸体 谁看的 当时特别混乱 而且离得特别远 我没看清楚 会不会又是土匪看的 我觉得不太像 怎么说 你想啊 这个清风岭的土匪呢 跟咱十八团一向是井水不翻河水 就算是他们胆大妄为 铤而走险 那劫持的也应该是 运物资或者军火的卡车 一辆普通的吉普车 我觉得他们没有这个必要吧 那是赵庆祝 我不太确定 但我现在只是怀疑 我怀疑他是不是知道 您在那个吉普车上 所以才下策赌手啊 那么几个人一共 听枪声大概十来个人 那就不是赵庆祝 他手下没那么多人 爸 我呢 现在不太担心 顾宇落在赵经哲手里 我就怕他落在别人手里 那就麻烦了 这样 你先回去休息 我会想把外面的找回来 我回去了 爸 哎 breakdown 顿总 我觉得 欧阳连长分析得有道理 你给我传令下去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 给我找他工与 把他抢回来 是 绝对要保证工与安全 明白 湯北 小满 到底怎么回事 我也不太了解情况 我只是听说 你哥坐的车 遭到不明身份人的袭击 李排长当时就死了 然后你哥受了伤 那姑语呢 姑语怎么样了 姑语 这事跟姑语有什么关系啊 不是 我哥没跟你说嘛 姑语也在车上呢 我哥就去送姑语的 不对啊 到医院来一共就两个人 没有施姑语啊 不行 我得去问我哥 等等 你现在就别去了 如果现在真像你说的 施姑语也在车上的话 你这个时候去问你哥 你这不是伤他的心吗 不是 一共就三个人 死了一个 删了一个 还丢了一个 这么大的事我能不问清楚吗 你就听我的吧 你在这个节骨眼上 你就先别去问了 小满 石骨语也在车上这件事 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我爸 我爸知道 不是 我不是说你爸 我说还有没有其他人 没有其他人 庆哲 难道是经哲干的 哎 小满 古语啊 真是不好意思啊 让你受委屈了 独眼龙 你手下的臭男人 没伤着顾宇小姐吧 我吗 可我 顾宇小姐是我们的客人 清风宁虽然是个土匪 可也懂得待客之道啊 有鹏子远方来一起乐呼嘛 顾宇啊 我不瞒你说 因为你的事 我和我丈夫一直争执不下 所以把决定权交给你 由你自己决定路该怎么走 对吧 独眼龙 没错 按照山寨的规矩呢 不应该是一朵定输赢 绝无反悔的 麻将 排酒 骰子都可以 可我夫人呢是个文化人 她不喜欢这个 所以就 叫什么来着 自己的命运自己处宰 没错 自己掐的猪自己宰 古语 古语 你的意思呢 哎 夫人 不是说这丫头的脾气 是风火轮的脾气吗 怎么看上去傻乎乎的呀 还不如上回的那一位呢 古语 大概是我没说清楚 不瞒你说 是赵金哲委托我的丈夫 哎呀 夫人 明明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是赵金哲委托我的丈夫 把你请到山上来的 他想带你走 可是呢 我又不想得罪欧阳公子和十八团 我知道欧阳公子特别地喜欢你 已经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 哎呀 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呀 哎 你是愿意跟着欧阳大满走呢 还是愿意跟着我们的二当家走 忘了告诉你了 赵金哲现在已经是我们清风领导 二当家了 他和我说呀 你们是可以两肋插刀科 又换命的朋友 他为了你呀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还是那一句话 自己的猪自己宰 我和夫人就等你一句话 金哲 金哲 你给我出来 金哲 你在哪儿呀 来 金哲 你给我出来 金哲 金哲 你在哪儿呀 你们给我出来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就算我们欧阳家做了一千件 一万件对不起你们的事情 可是我欧阳小满 还是把你们当朋友的 你们给我出来呀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不受信用 你们给我出来呀 出来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不受信用 我说丫头 你倒是说句话呀 啊 再给他点时间考虑吧 这毕竟是决定命运的时刻 就不是说句话的 对吧 古语 你当初嫁给我的时候 可没这么麻烦哪 你问我 多幻龙你有钱吗 我说老子的钱 你一辈子都花不完 这事就成了 古语跟我不一样 我是俗人 古语 两个人两条路 如果你愿意跟着欧阳公子的话 我马上可以跟他联系 如果你愿意跟着赵金哲的话 我们跟赵金哲已经约好了 他今天晚上就上山来 你们这儿还收人吗 你什么意思 我不太明白 你们说的两条路都不想走 我选择第三条路 落草为寇 这 谷语啊 你一个如花似艺的姑娘 你千万要考虑好啊 燕燃 我记得你好像就比我大两岁吧 你这都当上压寨夫人了 你都可以落草 为什么我不能 你跟我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不会跟欧阳大满走 更不会嫁给他 还有你当家的 麻烦你帮我转告一声赵金哲 我也不会跟他走的 如果他要是因为我才留在清风岭 大可不必 头上的天那么宽 脚下的路那么多 他完全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 不用再为我操心 不用再为我操心 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朋友 也没有什么真正的两肋插刀 能忍心让朋友为自己两肋插刀的人 那还能算是朋友吗 一个几マ 都不要对忍心 他们先去 这这里票 我觉得肯定很是 essay的 不一定可以 我不把判断 还能上压 meant 确实是 母带 我们 发他的 我 有个 побед 一个 肯定他们 开门 开门 你怎么算回来了 那小子没把你怎么样了 你想哪儿去了 怎么可能啊 他去哪儿了 我不是去找他的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你不是去找他的 你不好好上学 你跑到山东去干吗去了 学校组织野游啊 你呸 学校组织你一个人野游啊 我们后来走散了 我没跟你开玩笑好吗 开门 从小 你就没跟爸爸撒过谎了 我现在想知道 赵静哲在哪儿 你告诉我 好吗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 他袭击了军车 他还企图要炸死我 你还要护着他 爸 他没有 他不可能袭击军车 你怎么知道不是他干的呀 因为他不会伤害谷雨啊 说漏嘴了吧 他怎么知道谷雨在那辆军车里啊 是你告诉他 你跟他说谷雨马上要出国 然后也告诉他 他什么时间离开坐在那辆车 都是你告诉他的 对吧 爸 我不相信静哲会袭击军车 他亲口答应过我 他和您的恩怨一笔勾销了 他不会再伤害任何人了 死了一个牌长 伤了一个连长 他还要怎么伤害人哪 能不能等 到 你你你给他讲讲 你在山东外边 都听他们说什么了 团长 你跟我们 怎 怎么了 实话实说 要不我枪毙你啊 是啊 大满哥 你听说了吗 听说什么呀 小满偷偷跑到山里去给赵清哲通风报信 结果撞在独立营的枪口上了 你听谁说的 现在外面人都这么说啊 滕北 我不管你听谁说的 把自己的罪关好了 滕北 你如果现在方便的话 帮我打听一下 谷雨现在的消息 大满哥 你的心里就不能给我 留一点点的位置吗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爸 你叫我爸 我就希望你真的把我当成是你爸 我就想知道赵清哲现在在哪儿 我要把谷雨救回来 他毁自己我不管 我不许他毁了谷雨 说不说 在哪儿 你不说啊 你信不信我把风铃 挖地三尺我也把它挖出来 信吗 振着 到 把这丫头你给我拉回军营 关起来 吳总 小满小姐她刚刚康复 关在家里也是一样的嘛 家里保险吗 赵清哲已经来过两趟了 他已经把这儿当成他自己的家了 赵清哲 是 小姐 走吧 别让你爸生气了 走 刘远达 到 你给我马上找到这个赵清哲 如果他敢拘捕 各杀无论 是 这石骨鱼啊 真心想留在清风陵落差为寇啊 就算他是真心的 你敢留吗 我凭啥不敢呢 只要这丫头肯留下来 那就是一个拴马的庄子 赵清哲这匹野马呀 可就实实在在是咱们清风陵的二当家了 你就不怕得罪了十八团 他们不是一直在找赵清哲的麻烦吗 那欧阳大门各种损兆都用上了 可赵清哲还是赵清哲 他光滚一条都不害怕 我怕个鸟啊 我还是那句话 宁可得罪君子 不能得罪小人 如果你还想吃香的喝辣的 占山为王的话 就别做白日梦了 一句话 赵清哲的生死 关系到整个清风陵的村王 所以 他必须得死 你干什么呀 咱们俩呀 赌一把 把它扔出去吧 我不喜欢 自己的猪自己宰嘛 你说了不算 我说了也不算 咱们都听老天爷的 怎么赌啊 这两个骰子 如果要出是丹树 那我就听你的 今天晚上咱们就把赵清哲给宰了 如果要出的是双树 那你可得听我的 赵清这以后就是咱们秦蓬林的二当家了 好吧 生死各安天命 好 怎么样 佛人 这是天意呀 我说夫人 你快歇着吧 吃完晚饭以后吧 我去柳子湾接他上山 赵清哲在柳子湾 可不是嘛 来 喝点酒 来 喝点酒 来 喝点酒 来 去吧 我来 把这壶茶给大当家的送去 这壶给古语小姐送去 是 独眼龙啊 独眼龙 你想跟我斗 以为我是没段奶的孩子呢 姑奶奶嫁给你 是为了享福的 可不是为了找死的 你怎么办 把他给我看好了 千万别出错 是 贵人 您找我 大当家的呢 大当家睡着了 你去趟刘斯湾 请赵金哲上山 怎么害羞挂的 赵金哲非等先知辈 想要他的命没那么容易 再说这山下到处都是十八团的人 一旦枪声惊动了他们 反而会给我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先把他请到山上来 再收拾他 明白 夫人 山下传话上来 说有一位小姐找夫人 在还梳妆等着呢 小姐 对 她说她姓唐 是夫人的朋友 唐北 我这清风里已经够乱的了 你就别给我添麻烦了 我就是有点不放心 所以过来看看 你要是不放心 就把钱拿走啊 我还振发愁 怎么跟欧阳大满交代 几个意思啊 你想反悔啊 唐北 我和欧阳大满的生意是顺风顺水 手道擒来 你就别给我添乱了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赵金哲 已经在我的掌控之中了 只要我咳嗽一声 他立马检言了 这个时候 你就给我省省心吧 你看这样好不好 我呢 先把欧阳大满的事给解决了 我跟他撇清楚关系之后 咱俩的事 怎么都好说 行不行 不就是个古语吗 让他多活两天 会死啊 那你说这么多什么意思啊 不就是想毁约吗 不是毁约 是颜妻 给我五天时间 多一天我都等不了 如果你让诗姑语 看到明天早晨起来的太阳 这辈子 你就别想再进封临城了 你玩这个 多稀奇啊 本小姐也是当兵的 我会治病救人 也会追魂夺命 我的兵姐姐 欧阳大满怪罪下来 这雷 可是我顶着 你就放一万个心 如果欧阳大满 敢跟你翻脸 我一定替你出头 你可拉头吧 你就是个剃头挑子一头热 你 逗得过他 我是不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跟你也没多大关系 走吧 去哪儿啊 上山啊 上山 我现在除了自己谁都不相信 你疯了吧 爱本来不就是疯子的游戏吗 精心 要得嘢 啊 你人生 老啊 大当家临时有点急事 走不开 特意分会小的 请二当家您见谅 我朋友没事吧 当然没事 我们大当家说话 是最算话的 二当家 马已经备好了 就在林子外边 咱们是不是 带路吧 行 石谷雨在哪 你先别着急 赵金哲马上就到了 我先干掉赵金哲 再查谷雨 可以吧 今天晚上 绝不反悔 躲一下 进来 夫人 二位兄弟有事吗 有事 我们听说大当家的 要请赵金哲上山 做二当家的 有这事吗 有这事 夫人 大当家的这摆明了 是在和十八堂作对 赵金哲算什么 清风凌凭什么 冒这么大风险来收留他 在我们兄弟眼里来说 他狗屁不是 我劝过大当家的 可是他根本就不听我的 清风凌要是得罪了欧阳尊 以后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二位兄弟帮我再劝劝他吧 大当家的喝多了 到现在还没醒酒呢 夫人 大当家一时糊涂 可我们兄弟们不能不为山寨着想吗 二位兄弟 你们千万要冷静 别冲动啊 不会 很简单 他如果能上了了这山寨 我们就让他做这二当家的 没错 他要过不了我们兄弟这关变霸 他要过不了我们让他爬着出去 走 这什么意思 这什么意思 我白老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人家赵经哲可是咱们清风凌请来的二当家呀 没你什么事 别让去 好 小子 上天有上天的门道入会儿有入会儿的规矩 随随便便就可以当二当家 没这么便宜的事吧 我不是来打架的 你们大当家呢 你先把嘴闭上 你要是能过得了我们兄弟这关 你想见谁都行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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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经哲被三当家和四当家挡在寨门外了 让他们去对付他好了 正好省了我的事 你把诗姑语看好就行了 千万别让他跑了 是 夫人 夫人 姑语小姐不见了 不见了 那两个看守是干什么吃的 夫人 你呀 别怪这些下边的人了 那个姑语小姐呀是我带走的 你不是 夫人 大清朝还没有灭亡的时候 我就在这个清风陵上混了 我玩蒙汉药的时候你还没出声呢 那白龙和黑虎呢 赵经哲要做二当家呀 他们心里头肯定是不服气的 催他们去试试吧 如果赵经哲真的进不了寨门哪 那只能怪我的两只眼睛全瞎了 去 拿点酒 是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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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 来路吧 兄弟啊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那当家的 我的朋友呢 说出来有点丢脸哪 不愿小姐让我媳妇给悄悄地 灌上了蒙汉药 到现在还没醒呢 不过你放心 我多眼老三说话算数 你的朋友是我的朋友 我会让你把一个 毫发无损的大货人带走的 看看你们俩 不是不服气吗 快算了吧 都把枪放下 大方家了 不好了 不好了 不愿小姐她 我都把枪放下 你摆下 不愿小姐 你不愿意 我让你把枪放下 你不愿意